这个作业部分 应该确定几件事 就是把上个礼拜这个延续的 所以上个礼拜的函数 然后聚集 这个聚集就这两个 这个可能自己加一下 然后VBA VBA的话就是 这个是输出公式 那这个的话就是输出集固 那基本上的话 当然你开发联里面 基本上就 也许就两个module 你放一起也可以 分开也可以 我目前是 把VBA一写的 放在module1 把聚集放在module2 不过两个电打也没关系 大致上是这样子 最后记得存档的时候 记得 务必一定要选对 你的存档类型 如果你选错的话 你的VBA就会完全消失 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OK 那你会想说 老师那为什么 前一个范例没有这个问题 我跟各位讲到 前一个范例 它是用的是这个 应该是 以色列2003的格子 以色列2003的 在这里 如果你是以色列2003的格子的话 它的副档名是XLS 没有XX 那如果是这个格子的话 它就没有区分 就是有没有聚集 OK 所以如果假设 存成XLS的话 那就没有区分 因为它不管有聚集或没聚集 它就存一个类型 但是 这个 存档格式 有一个很大很大的缺点 它的缺点就是说 我们现在的总比数 你可以看到 假设我现在 Ctrl向下 然后再一个Ctrl向下 你会发现 我把它移到 这个工作表的最下面一列 这个也就是说 Excel里面 它总共可以储存多少列的资料 那你可以看到 是1048576 那就是104万多笔资料 所以如果一个工作表 然后问你说Excel 最大可以储存多少笔资料的话 那答案就这个 那如果你今天是存成2003的格式的话 它最多只有65536 也就是说它最多只有6万5千多笔资料 那如果6万5千多笔的话 假设你将来再处理资料 6万多笔其实说真的 应该是非常不够 可是100多万笔来处 应该对于中小企业应用 应该就蛮足够 差别在这个地方 另外顺便问一下大家 如果我想知道 那蓝的话呢 比如说你向右 当然你不要傻傻的一直向右 Ctrl向右就好了 Ctrl向右呢 那就可以得到你的最右边那一蓝 也就是说呢 如果人家问你说 请问一下 Essal里面到底最右边可以储存到多少蓝 所以这一蓝是多少蓝 XFD 请问 你不会想说算一下 怎么算 我不会讲 你也不用特别算 你只要懂得一个函数 叫查入函数 查到 显示 查阅里参照里面 有个函数叫做蓝 这是Column Column的话呢 它会自动帮你参照到 你目前在哪一蓝 所以如果你用Column的话 按确定 答案就出来了 一万六千三百八十四蓝 所以以后如果人家问你说 请问 这个蓝 总total可以放多少蓝 那就是这个 OK 一万六千三百八十四蓝 OK 那会不会有人突然问你另外一个问题 那请问一下 这个总total可以储存多少个储存符 OK 那其实很简单 就是把这个数字乘上1048576 就是它总共可以储存的 储存格数量 OK 应该有这个概念 不过这个数字 我想你们自己有兴趣 自己再去 不过这个只是大家有概念就可以了 好 那是新旧版的差异 所以今天的那个作业基本上 就是这一个 那下一次上课 理论上我们就是再讲另外一道题 所以 那这题的话 其实概念跟前面基本上一模一样 一样会有函数 一样 聚集 一样会有VBA 但是第一个 资料量非常庞大 第二个 复杂度也比较高 那我就在网络上找 只不过哪些资料 哪些范例 后来发现 你们可以找一下那个云端白板 上面一样是01 这个文字与资料函数 里面 找到这个台北市住宅贴到点位资讯 这个 那当然我就在网络上找开放资料 其实后来发现 原来Google查那个开放资料 其实政府呢 都已经开放了非常多的资料 举凡你的这个职一住行 或者是跟治安 跟交通有关的相关资料都有 比如说 我想知道 到底台北市 哪一区住宅窃到发生的 这个数量是最多的 OK 然后呢 其次的话可能 哪一条街道 OK 那这资料到底有没有 于是乎 我就是在网络上找一下 找的话 实际上 那你可以第一个 你可以Google查一下那个 开放资料 那开放资料里面呢 最后第一个就是开放政府 平台 那在这里你当然可以打个切到 比如说我想要找 跟切到 那你 当然你可以再改一下 比如切到 我翻的 那你可以看到这个切到还包含什么 犯罪资料 统计 桃源 那这个好像排第几个 第1 2 3 4 第五个 就是 这个台北市的住宅切到 那这边点击进来 你可以看到 旁边呢 他就跟我们讲 这个是CSV的档案 那跟各位讲 CSV 我们直接就可以拿 Excel把它开起来 那当然其他还有 其他相关格式 那点开来之后 你可以看到 它总共有几个栏位 总共有五个栏位 从编号一直到地点 然后它是一个CSV可以下载 再来的话呢 它有些相关说明 各位可以自己再稍微看一下 它好像是把什么呢 104年到现在的一些相关的案件 帮我们把它收入了 所以你可以点击这个CSV 这个时候呢 下方就下载了 那当然CSV预设 它会是用那什么 用那个 Excel直接就可以开了 所以虽然它是CSV档 但是呢 你直接用Excel就可以开起 那我把它打开 不过比较常遇到的状况 就是你开起来之后 资料会是乱码的情况 OK 我把它打开 看一下有没有 目前好像没有乱码 OK 当然如果你是乱码 我们另外再处理好了 如果目前没有乱码 我们就先不处理 那各位可以看到 假如说我今天下载 总共五个栏位 那我把A到E填起来 快点两下 栏宽自动调整 那你可以发现 这些资料 它已经提供给我们这些 但是 Ctrl向下 看一下 总共有3439笔资料 但是这些资料里面 我怎么知道 得到几个结果 就是假设老 有几个问题 历年来 到底台北市的治安 是变好还是变不好 所以我希望 透过这个资料 可以帮我画一个 历年的折线图 从104到110 然后告诉我说 到底这道按键 是增加还是减少 那如何做 OK 第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下一个 当然如果你要用 怎么讲 把一些data 原始资料 变成一个图的话 那当然你需要做一些统计分析 其实最简单在ecell里面 就用枢纽分析 表 那图的话 用枢纽分析图 完全不用写任何程式 可是 你们要特别有个概念 如果你要统计 哪一个栏位的资料 你要先确认一件事 你有没有这个栏位 就这个 有没有这个栏位 的位置 所以如果要统计年的话 它有一个发生日期 但问题 它这个日期蛮怪的 它是民国年 然后加年 其实虽然看起来是个日期 但是实际上 它应该是一个数字 怎么说 因为它靠右对齐 而且它也不是文字 如果文字的话 靠左对齐 那它也不是年 所以如果假设 我要一个年的话 那你第一件事 你可以很简单 插入一个栏位 然后把这边加个年就可以了 如果你要统计 你这边加个年 OK 然后把年抓过来 最简单 其实可以看得出来了 有没有 对 前面三个就好了 用Labs就可以 不过你会发现 如果你用Labs 过来的资料 你可以用文字 然后文字的话 你会发现用Labs 但是 但是Labs过来的东西 这个 三个字 你会发现有一个 如果你们细心的话 这边靠右对不对 这边怎么样 靠左 那你想说老师为什么 他有说靠左靠右 请跟我讲 这很重要 他已经告诉你了 这个是数字 但是因为经过Labs 它是文字函数 所以他会取得的是103的文字 所以如果你将来想要让它变数字 假设老师你有需求 一定要数字的话 那怎么办 加一个menu 所以如果你假设要把它变成数字的话 我前面有讲过 你加一个menu 你可以看到没有 他马上怎么样 靠右对题 OK 这一点很重要 看起来好像没什么 但是很多时候错误就发生在这里 因为如果你假设要做计算 你用文字是无法计算的 OK 如果你只是要一个数量的话 你就用文字就可以了 这些题应该不太需要 所以这样是OK的 103 那我们其实就可以了 把它统计出我们要的例年 OK 所以如果你要做书纽分析表 那你就必须要先产生一个年 再算一下它的数量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我想知道说 到底哪一区的配当按键最多 当然我们一样 概念都一样 如果你需要统计区 那你要先检查一下 你的data里面 到底有没有区这个栏位 有没有 没有 这怎么办 一样再插入一栏叫区 然后我们一样要统计 比如说除了区之外 我希望统计什么 哪一条路 哪一条路 那除了说区之外 我想要知道哪一条路上面 而且因路太多了 所以我想要统计 全台北市 那前十大 就是住宅窃到 失窃率 失窃数量最高的前十条路 不要全部 全部可能几百几千条 我只要前十就可以了 那告诉我数量 有没有 所以如果你是比例的话 可以用圆形图 如果你是一个时间轴有关的话 用折线图 有没有 如果你只是数量的话 那你给我一个直条图就可以了 所以 再一次上课了 基本上就是利用原始资料 但这边还是需要用到函数 去期 VBA 然后加书纽分析表 书纽分析图 OK 这里回去也许可以先稍微了解一下 OK